那要如何可以怎么样可以利用桌游来增加孩子的语言能力呢 我们可以从这样的方式思考 第一个就是我可以从语言发展的过程出发 那我把它列出来像是一个箭头 就是从词汇到语句然后到使用 如果是在词汇里面要想要增加孩子的词汇量的话 在桌游在玩桌游的过程中 我就会先带孩子认识桌游里面的配件的名称 那我也会带他们认识图卡的名称 那下面就有影片可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带孩子去做练习 玉,这边有这个是谁 台湾猫熊 台湾黑熊 对,这里呢 这个这只叫做猪罗树蛙 这只叫做樱花公五龟 樱花公五龟 手放下来 那这个呢 对,蝴蝶 大家看会觉得说前面的动物好像有点困难 那就是要给他们练习给他们机会啊 他们才会记得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